Sorayup大家好 歡迎收看星期六下午的《沖港台》 終於回到晚高了 終於回到家裡拍《沖港台》 其實這條片就是剛剛星期六上午 泰國時間11點半鐘拍的 是不是沒有了存貨呢? 其實還有少少存貨 但我很想在這個位置再跟大家分享一些 真的在現場分享的東西 因為習慣上《沖港台》應該是這個景點 帶這些錶 好好的去到外地拍外景 不知怎樣 言歸正傳 回到今天所說的內容 就是講到布吉島住酒店的一些經歷 對於很多朋友來說 布吉島住酒店最重要就是沒有鬼 因為大家知道 很久之前出現過的南亞海嘯 聲稱有很多鬼 但若然你真的相信的話 那麼多年都投胎了 我去過布吉島這麼多次 那當然我不敢說沒有 但對我自己來說 真的百毒不侵 可能沒有什麼聯繫 所以看不到、看不到、感覺不到 那一間酒店都住得很舒服 但今次有間酒店 就住得不太舒服 不太舒服 不是因為有鬼 而是因為它對我太好 所以令我不舒服 為什麼呢 話說首先 我們今次去布吉島拍外景 我拍了五天四夜 我住了兩間酒店 第一間酒店是巴當海灘的頭 不開名 他們都對我很好 安排了一個2-bedroom的 pool villa給我 那我就有一間房 玲玲就有一間房 但是那個pool villa 那個pool 只是大家出入的時候經過 嗨,pool 沒有用過的 因為我們來做事 早出晚歸 最嚴重的就是 布吉島有很多漂亮的酒店 山頭野嶺 pool villa 你不是說 一進到酒店 按電梯就能上房 不是的 你要等它一些的車 等工作人員 車你上山 車你上山 然後還要走一段路 才去到你的房間 有些可以去到你門口 但剛巧這一間 安排pool villa 車到了 要上樓梯 再搭電梯 然後還要再走樓梯 才可以去到的 幸好不下雨 如果下雨就糟糕了 但是大家想像一下 日外景這麼辛苦 回到去都十點多鐘 熱得立刻睡 我還要等司機 等司機還要走樓梯 走樓梯上去 譬如說 早上出來吃早餐才算 然後走回來 然後又要等車 如果不等車可以的 你自己就走走走走 斜路走回去 然後工作人員 哎呀我漏了電池 又要等車 然後車就上去上面 然後走完 然後又下來 每天就花了很多時間 在這方面 所以當然 情侶二人 我們一箱純粹去蜜月 旅行 看著無敵海景 pool villa 當然是正的 但對於我們這些工作的人 對人來說其實真的不太方便 還有更加有一件事 就是說 那個車的班次 你一遇上如果是大家 忙於check out 或者忙於下去吃早餐的話 你就更加不是可以很快 就叫到車下來 都是挺可惜 再加上它對我們很好 我給一個很大的pool villa 2-back room 有差不多3千多4千尺 我自己住的房間都很大 但也是因為這麼大 往往你穿鞋穿襪 拿錶拿衣服 你要繞很多個圈 我漏了拿個梳 你要走回頭去拿個梳 其實是 住兩晚 第一晚醒了 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 然後走去拿對襪 這裏甚麼 不是那裏 因為地方太大了 那間房內九曲十三彎 所以都有點不習慣 直至到睡了兩晚 第三早起床的時候就熟了 但就要搬酒店 之後搬了另一間酒店 就在布吉市裏面 這間酒店我覺得是超OK 怎樣為之超OK呢 首先它是一棟的結束物 由進去酒店門口 到上房都是幾分鐘搞定 如果這麼巧有部電梯在這裏 三分鐘之內可以搞定 是可以很快很快去行動 而且房間不是很大 普通都是二百多呎 300呎 但感覺很舒適 很舒適 因為它是很安全的 由一個法國設計師 要幫它設計 所有的東西都很歐洲情懷 美得很重要 很多細節位 最重要是冷氣夠冷 洗澡熱水夠熱 還有床舒服 枕頭舒服 在這裏住了兩晚 舒服得不得了 嘩 真是 最重要的是 每天早出晚歸 現在立刻可以上房睡覺 這是很重要 又或者 我拍完一件東西 要回來換衣服 立刻一上去 拿件衣服換衣服 這樣就可以再出發 這是相當重要 但當然對於部分朋友來說 譬如你在香港 或其他日本 你住酒店 都是一棟建築物的 去到泰國住Villa 好過 看看你個人的需要 例如純粹度假的感覺 住Villa當然很棒 我想每天 你可能有一半時間 浸在自己的泳池 但對於我們做事的人來說 就是浪費了 反而這些普普通通的酒店 已經很棒 舒舒服服 最重要是行動夠快 其實 現時在布吉島 都多了很多新酒店 例如剛剛說的那間 在布吉 Old Town 都是屬於一間新酒店 開了不久 裡面的環境真是漂亮到值得推介 不過價錢不算便宜 在布吉 Old Town裡面 是OK的 遲少我都會再介紹 其實說回來 就是說 你去布吉島 你應該是住在海灘好 還是在 Old Town 看你個人需要 老實說 你對著海灘的話 你都不會天天去游泳 你都是無敵海景的意思 那 Old Town 現在又多了很多新東西 其實都值得走 但問題就是 在布吉島叫車 都是一個大問題 譬如如魚羽紅掌 很難選擇 譬如我住在海灘 我專門要去 Old Town 你一程車都可能40分鐘 又或者假設 你要住山頭夜靚那些酒店 你要叫車 是相當難 不要想叫Gap Gap固然貴 二來少車 三 因為某些因素 不是所有的車 願意去你住的酒店那裡去接你 因為某些因素 如果你要叫車 一定要叫酒店幫你安排外面那些司機 如果外面那些司機 價錢一定會貴一些 但好了 車載到哪裡 你走的時候 可能有機會 你只是叫一輛Gap車 但回去的時候 真人真事 假設酒店在山頭夜靚才算 你叫街外車 去到 它不可以車到你上去上面 只能在門口丟下你 為什麼 因為有些特別的因素 所以那些車是不可以進去的 那你就拿來返 明明可以車到門口 為什麼你不車 然後大家又怒氣 又不開心 然後拿著手信 你可能要走五分鐘才可以走進去 會有這種情況出現的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點點 我建議就是 如果你有 譬如說五日四夜 或者更長的日子 你不妨海灘路那裡就住一天住 然後跟著 然後 Old Town又住一住 因為例如 Old Town那裡 不算我剛才所說的酒店 都有很多新舊酒店 便宜貴酒店 除了那裡 簡直可以在 Old Town那裡 不斷走 又拍照 買東西吃 因為 Old Town那條街 除了星期日 有Walking Street之外 旁邊的店鋪 都多了很多新的店鋪 多了很多新事物 逛逛 喝咖啡 拍照 買東西 那兩天就很容易過 那兩天就直接在 Old Town裡活動 就不要想到其他地方了 那寧願就是之前那兩天 或在後面那兩天 你就去海灘那裡 陽光海灘 在海灘漫步 拍照 然後裝一下游泳 然後就在你的Pool View 或者在房裡欣賞無敵海景 這樣會好過 那我個人的提示就是這樣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就不妨Share Like 訂閱 還有旁邊的鈴鐺 那你就不會錯過胡 沖所有的一條片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